平静的村庄四岁幼童在家门口离奇失踪 可能是命案 作为公安机关 我们当时呢 就是以例如命案 就开了这么多 惨遭不测 究竟是什么人忍心对年幼的孩子痛下杀手 命案搞破 凶手又为何让人倍感意外 作为这个社会的家属 一直对前面的女人没有政府的回应 法庭审理又将揭开怎样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真相 庭审现场马上播出 四岁幼童被害案 现在开庭 作为法官来讲 履行法律是天职 我的原则就是 不偏不倚 至身事外 旁观者的角度来裁判 被告人的权 承担 不管他是一个最大恶极的记者也好 是属于残忍也好 当你剥夺了他的生命的时候 实际上你对这个社会 或者对这个世界是一种忍耐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执行这个思想 觉得你将决 现在宣判 维持生命 毕竟我的生命在延续 在延续我就要让我的生命留下印记 没况且责任事故 如果发生的话 结果是非常惨烈 别等发生之后再处理 而是没发生之前 给他预防药 从事这个行事审判工作 已经20多年了 真的离不开了这个岗位 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大的目标 对于我个人来讲 就是怕 怕什么 怕错 真的怕错 错了一点都不行 第一个是没有错案 第二个是没有案件 这就是我的终极梦想 这是发生在法庭现场的一幕 画面中正在哭泣的老人叫张九莲 当在法庭上 看见杀害自己孙子的丁手时 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悲愤的心情 这个皮肤白皙 有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浑身充满阳光和灵气的男孩 叫王明涵 他也是张九莲唯一的小孙子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 这个幼小的生命 却永远定格在了四岁零八个月的日子里 那么 究竟是谁会忍心对一个如此天真可爱的孩子痛下杀手呢 2015年7月8日傍晚6点左右 张九莲和往常一样把小明涵从幼儿园接回家里 趁着小明涵在写作业的时间 张九莲去卫生间洗了一个澡 然而十几分钟后洗完澡的张九莲却发现孙子不见了踪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张九莲袭来 而接下来的情形更让全家人慌了手脚 就在小明涵离起失踪的当晚 新乡县公安局也接到了张九莲的报警电话 根据警情 警方迅速出警赶赴现场 并对小明涵的失踪做出了初步判断 他穿着父亲的拖鞋 还有那个 他玩上的木棍 就在那护冲口 墙边地上放着 现场一流东西很少 基本上对正常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再一个是 没有发现案件的目的证人 反应咱们就是可能考虑会被人拐走 然后或者要么就是被附近的 临近的经过的熟人或者什么 给他带走 就在小明涵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四处寻找孩子的同时 警方也成立了专案组 并派出众多警力对小明涵展开搜寻 同时开通了寻人热线 因为当时在河南省官厅就有个对手上未成年人失踪案件 必须是立即启动重大案件 增加机制 每天那个电话就是不停的 每天电话上百个 然后那个短信都上千个 然而一连几天小明涵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始终音讯皆舞 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专案组此时意识到事态绝非如此简单 可能是命案 作为公安机管我们当时呢就是以例如命案去看上证头 如果是命案 那么伤害小明涵的凶手究竟是谁 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 小明涵又究竟身在何处呢 这时奶奶张九连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线索 所以在案发死后 他发现小明涵不见了以后上街寻找 寻找的时候首先呢 他把前面邻居那个李修林家去喊了 喊了以后 当时李修林没有答应 站着回来的时候呢 遇到刘秀林啊 刘秀林说是当时是在洗澡 明涵的奶奶反映的时候 他说是洗澡了 但是呢 我好像看到了头发是干的 而接下来 李修林在面对公安机关多次询问时的表现 更让警方敏感地意识到 他应该和小明涵的失踪 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我们多次与李修林接触 这个李修林呢 表现得特别震惊 如果不是你做到案 三番五次的去找你调查 去找你核实 应该有不耐烦情绪 或者有抱怨的情况 作为他始终没有任何依据 任何抱怨的情况 反而呢 给我们增加了一年 案发17天后 李修林最终向警方供认 就在7月8日案发当天 他已经将小明涵杀害了 我是琪琪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听审现场 根据李修林的供述 警方最终在 李修林家院子里的 一个废弃印警内 找到了已经被害 17天的小明涵 案件虽然告破 但是所有 罢案民警的心情 却极为沉重 大家甚至更愿意相信 小明还是被人拐走了 因为那样 孩子最起码 还活着 那么这个李修林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要怎么忍心 对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 痛下杀手呢 面案背后 到底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引擎 法院马上开庭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评审现场 开庭 河南省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李修林到庭 直庭罚警 打开借据 被告人李修林 你有没有别的名字 没有 你是什么时间出生的 1963年 七月初九 什么民族 韩族 文化程度 高中 你之前是否受过 司法机关的处罚 没有 看着法庭上的 被告人李修林 人们实在无法理解 这个年过半百 也当了奶奶的女人 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公诉机关 会对他进行 怎样的指控呢 河南省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 今天在这里公开 开庭合并审理 由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向我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李修林 犯故意杀人罪 及附带民事诉论原告人 王磊 田莎莎提起的 附带民事诉讼一案 现在宣布 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 由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诉书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 2015年7月8日傍晚6点左右 小明涵在自己家胡同口玩耍时 被告人李修林将其片之家中 以做游戏为名 用衣服勒紧的方式 残忍的将小明涵杀害 并将尸体藏匿在自家院子里废弃的印井内 法庭上 小明涵的父母要求被告人李修林 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00万元 同时请求法庭 严惩李修林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李修林和王家是多年的邻居 两家只有一强之隔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一开始 谁也没有想到命案的真凶 竟然会是李修林 首先的反应是 王明涵经常 爱童家的 还有前面邻居家的 两个孩子来住 两家关系特别好 孩子 孩子间好 孩子间关系好 作为大人间的没有任何矛盾 小明涵的父亲则告诉记者 他本身是家里的独子 小明涵可以说是王家单传的孙子 虽然仅仅有四岁多 但天资聪明 乖巧懂事 讨人喜爱 自从孩子被害后 他和妻子终日精神恍惚 一直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崩塌了 而更让他愤怒和无法理解的是 那个平时在孩子嘴里叫奶奶的李修林 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杀人狂魔 孩子才那么小 就是一个陌生人也下不去手 何况他整天去他家边 跟他两个孩子还那么好 还整天叫他奶奶 怎么一想通他会下出这样的度手 张九莲则告诉记者 他们家和李修林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邻居 两家人平时相处融洽 大人小孩关系都非常好 他可会打小孩 他好打小孩 小孩可喜欢他 你喜欢他 面对眼前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痛失爱孙的张九莲和老伴 终日以泪洗面 悲愤不已 神秘失踪 聪明可爱的小明涵竟然遭遇不测 平时和蔼可亲的邻居奶奶 为何变身杀人狂魔 那你为什么要对 冲服你奶奶的这么幼小的孩子 实施这种犯罪行为呢 我知道我错了 案发当天 四岁的小明涵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产生这个想法之后你做了什么 法庭调查 能否找到被告人李秀玲的作案动机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四岁幼童被害案 一个鲜花般的小生命 在那个看似平静的傍晚 戛然而止 根据公诉人的当庭指控 被告人李秀玲的行为 简直是令人发指 到底因为什么 竟然会让他对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 下此毒手呢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李家和王家不仅是相处多年的邻居 而且两家人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小明涵也一直非常喜欢李秀玲这个邻居奶奶 那么接下来被告人李秀玲对自己的行为会有怎样的说法和辩解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 李秀玲对自己的行为 人都没有 安家也没有人 结果在门口了 他又来安家了 我都有这个想法了 被告人李秀玲 就是你与王明涵家是什么关系 邻居关系 邻居关系 你们两家相处的怎么样 相处的很好 就是王明涵是不是经常去你们家玩 嗯 是 王明涵平时是怎么称呼你的 张北正奶奶 韩你奶奶 那你为什么要对称呼你奶奶的这么幼小的孩子实施这种犯罪行为呢 知道我错了 法庭上李秀玲承认事情是他干的 那么小明涵又究竟是如何被害的呢 公诉人对被告人李秀玲有无信问 有 被告人李秀玲 那去你家之后你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 他去完家了他都问我 他咱敢啥 我说你说敢啥 那咱唱老门吧 我那唱老门吧 请你直接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 杀害他 想杀害他 嗯 请你大声一点 就算什么想杀害他的念头 嗯 产生这个想法之后你做了什么 他说咱再唱老门 我说那叫我先给你看看病 李秀玲供述 有了杀害孩子的想法后 为了防止小明涵反抗和哭喊 他先和小明涵商量玩看病的游戏 小明涵很高兴答应了 可谁知道 眼前这个邻居奶奶突然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她又嫩的脖子 我都直接去用手都掐她的脖子 我也不知道娘掐娘弄着她的脖子还都不关用 所以我有拿衣服把她来住了 你掐她的脖子之后 王明涵有什么反应 他干嘛翻抗呢 他反抗了 李秀玲说 看着小明涵痛苦反抗的样子 他曾闪过一丝后悔和害怕 但是接下来 他却变得更加疯狂和凶残 当时后悔了 我一不敢停下来 停下来 他回家一说不是也没有烦了 那游泳那个衣服去赖她 是谁的衣服 我了 什么样子的衣服 个烂色的T恤 啥 累了多长时间 肌肤浓我记不清了 你累的时候王明涵是什么状态 我都没有砍 那到什么时间的时候你停下来了 感觉他不懂了 我停下来了 出乎李秀玲意料的是 这时他发现小明涵虽然停止了挣扎 但却没有被勒死 在他停下来之前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就是他喘气了声 开始就听见他喘气了声音 听见他喘气之后 又继续勒了 是这样吧 是 停止累了这个动作之后 你又做了什么 这我都出来把他们节目管住 我都会来有那个创大 把他包住了 李秀玲供述 在杀害小明涵之后 他将尸体用床单包裹后 藏匿在自家院子里废弃的印井内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李秀玲如此毁尸灭迹的做法 竟然是在自己家人都在家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时你媳妇 你孙子孙女都在家 没有想到被他们发现吗 天黑了 他们都在屋了 孙子跟哪儿玩儿点闹了 跟媳妇可能改屋 不知道干啥 他们不会去天人吗 他都在屋 开了空调 跟哪儿亮块 你就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看见 雷人用的小罐怎么处理了 我给他熟了 这个案发之后 公安机关对你进行了几次询问 考几次我也记不清 你怎么说的 我当时说了假话 怎么说的假话 我说我在家洗澡了 审判长 公诉人暂时询问到此 不代民事诉讼原告人 诉讼代理人 对被告人有无法问 辩护人 对被告人李秀玲 有无法问 有 李秀玲 我问你一下 你和王明寒家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双方有没有什么矛盾 两家 没有矛盾 通过这个案件的发生 到现在 你是否认罪 认罪 你是否愿意赔偿 愿意 审判长 其他没有发问的 法庭上被告人李秀玲 供述了自己 杀害小明寒的犯罪事实 整个过程让人听了 不寒而栗 按照李秀玲的供述 在案发当天 他就是 一定要置小明寒于死地 李秀玲到底是怎么了 既然两家人互为多年的邻居 而且可以说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 非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一个 年纪四岁的孩子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李秀玲早就有杀害小明寒的想法了 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的 挺身现场 这个人李秀玲 刚才那个法庭 对你进行讯问 你要如实回答 你们家花神 内的这个阴景 是什么时间挖的 应该十几年欠挖了 现在是不是还在使用 不用了 不用了 糟的不用了 至少有纠念 十年都不用了 所以都没有人知道哪有个阴景 我不是我清理 我都厌晚了 具体哪一年 06年 你这个阴景在06年就已经停止使用了 你这么长时间段 那你就没有清理 为什么在案发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对这个阴景进行清理了 我也不知道 那天突然想起来去哪儿清理了 我也不是有意了 你如实回答法庭对你的讯问 我清理好以后 我想着 这不是有地方放的了 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着 就是以后有地方放谁 放王明涵 我现在就问你 为什么要去清理这个阴景 你想干什么 你清理好阴景之后 你想干什么 就是想卖王明涵 李秀玲供述 早在案发前一个月 他就已经有了杀害小明涵的想法了 而且在作案后 为了逃避和干扰公安机关的侦查 他还故意制造了小明涵 被人拐走的假象 你为什么将王明涵所穿的衣服和鞋子 放到胡同口 你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想说 欠意打不是说 他给他丢小号吗 放到哪儿不是以为 是人家给他拐炮了 就是这个想法 就是制造这种假象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要残忍杀害邻居家的小孙子 李秀玲杀害小明涵的犯罪途迹究竟是什么 不能说他孙子任何不好的事 不好的话 年过半百 儿孙满堂的李秀玲 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由于 我的嫉妒心里 鬼迷了心窍 法庭举证制证 为何事件真相让人匪夷所思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四岁又童被害案 法庭神力制词 事实看起来已经很清楚 杀害小明涵的人 就是被告人李秀玲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 李秀玲提前一个月 就清理好了掩埋小明涵的印景 可是令人始终疑惑不解的是 李秀玲的犯罪动机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案发前 被告人李秀玲是提前退休在家 平时主要是帮着 儿子女儿照看孙子孙女 生活条件也还不错 而孙满堂的他 为什么会如此不计后果 非要残忍的杀害 邻居家的小孙子呢 这个李秀玲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 举证制证 揭开案件真相 举证制证 下面由空面双方进行举证 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李秀玲 指认作案现场的照片 现场勘察笔录 以及相关物证 被告人李秀玲 对公诉人出示的上述物证 有无意义 没有 辩护人有无意义 没有 公诉人接着出示了 小明寒奶奶的证人证言 证实早在案发两年前 李秀玲就曾以不同方式 伤害过小明寒 张九连主要证明了 第一就是王明寒两岁多时 发现大腿根部有黑紫印 一看就像宁的印 当时明寒说是裴龙奶奶捏的 裴龙是李秀玲的孙子 第二是2015年夏天 王明寒跟他说 裴龙奶奶说他的眼睛不会害 让他立到电视根看电视 公诉人随后出示了被告人李秀玲 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不仅证实了李秀玲杀害小明寒的犯罪事实 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李秀玲 实施罪恶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问李秀玲你到底为啥要害死王明寒 答因为掩气 就是嫉妒的意思 因为王明寒身体特别好 俺孙子的身体一直比较弱 比不上王明寒 我心里比较掩气 问你是什么时间开始有害王明寒的想法的 答事发前半个月前 我在清理阴井的淤泥 和我孙子掉到里面的玩具时 发现这个阴井坑比较好 我就想有机会的话 将王明寒谋害了 然后埋在该阴井里 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李秀玲的孙子和小明寒的年龄差不多 但是身体一直非常不好 经常需要看病吃药 而李秀玲对自己孙子的疼爱 可以说达到了溺爱的程度 他都把这个孙子可以说当儿子去 就是孙子的他的 他全部心血和也都进入到孙子 他孙子有病 但是他孙子有病 始终不说有病 包括吃药 每天早八点满八点 两次吃药 他就不说吃药 喝水 该喝水了 孙子跟家人安排的 该喝水了 不说吃药 不能提吃药的事 不能说 不能说他孙子任何不好的事 不好的话 而由于李家和王家是前后院的邻居 小明寒经常去李秀玲家玩耍 看着健康聪明活泼可爱的小明寒 李秀玲逐渐从喜欢和羡慕走向了仇恨般的嫉妒 他跟我们发现这样 处处把王明寒的行为跟他的孙子去做对比 王明寒四岁多了 但是王明寒把他的韩字 那个字 如果跟他描住一遍 他自己能写 很快的 理解 理解很快 悟性特别高 跟他孙子一比较了 他自己老的心里面有落差 而导致李秀玲最终走向极端 犯下滔天罪行的真正原因 其实就是无法容忍别人超越自己 处处和别人攀比的扭曲心态 以前在单位上的时候都比较要强 增强好胜 处处不愿意落人后 包括人家吃穿 其他方面都愿意跟攀比 攀比心里特别强 特别在眼前 跟孙子去比较的时候 出现了个反差 是他不愿意看到 极度不愿意看到 可以说是 通过这种扭曲的心理上 才成了杀害王民凯那种犯罪动机 现在宣布 本案的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结束 就本案的附带民事部分 被告人李秀玲 你是否同意调解 是否愿意赔偿 愿意 愿意赔偿 你委托谁 进行赔偿事宜 我丈夫 你丈夫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对民事赔偿部分 是否同意调解 不同意 现在宣布 法庭调查结束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 由公诉人 发表公诉意见 被告人李秀玲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 是指故意 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在案发前 被告人李秀玲 清理阴警时 就萌生了杀害王明瀚 将尸体藏于阴警中的想法 在案发当时 被告人李秀玲 用双手 拉住王明瀚的脖子 在其反抗后 又用衣服 拉脖子 在王明瀚倒地 仍在喘气的时候 被告人李秀玲 再次用衣服 猛拉王明瀚的脖子 直接导致了 王明瀚死亡结果的发生 这些行为完全体现了 被告人李秀玲 在主观上 积极追求 王明瀚死亡结果的 心理态度 在客观方面 直接导致了 王明瀚死亡结果的发生 综上 李秀玲 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公诉人同时认为 被告人仅仅因为 极度小明瀚 比自己的孙子健康 优秀 就动手杀人 其行为影响恶劣 社会危害性极大 依法应予以言成 谁都不愿意相信 大屏幕上 这个健康聪明的小明寒 已经被害 有怎样的仇恨 怎样扭曲的心理 才能让这个 看着孩子长大的李秀玲 伸出一双罪恶之手的 被告人李秀玲的 嫉妒之念 使一个鲜活的小生命 瞬间消失 小明寒的父母 瞬间失去了挚爱 小明寒的爷爷奶奶 整日精神恍复 茶饭不思 被告人李秀玲的犯罪行为 杀人行为 颠覆了存在 永存人们心中的 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 甚至网上朋友圈 也都传出了防火 防盗 防邻居的传言 由此可见 被告人李秀玲的行为 在社会上 在全国都造成了 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是对法律和社会道德的 无情践踏 被告人李秀玲 虽当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但鉴于被告人李秀玲 属于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犯罪情节恶劣 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建议对被告人李秀玲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法庭辩论中 被告人李秀玲的辩护人 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 没有意义 但同时向法庭表示 李秀玲 有一定从亲处罚情节 被告人李秀玲 无犯罪前科 其粗犯 偶犯 被告人李秀玲 平时在村里 并没有跟任何人有过矛盾 一贯表现良好 最终杀害被害人 也是出于嫉妒的心理 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李秀玲的过程中 其宅三表示 对受害者的哀悼和自责 也愿意认罪复法 自己无厌奢求被害人家属的原谅 但表示如果给其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后在狱中要积极地改造 在今天的听证中 被告李秀玲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向法庭深圳地忏悔 并愿意进行积极赔偿 这反映出了其明显的会罪态度 这足以说明被害被告人有着可诉 可教育性 请求何一听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 对被告人一个重新处罚 经过法庭辩论 后面双方的 后面意见法庭已经听清 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 被告人李秀玲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什么认识 对法庭有什么请求 你要在法庭可以讲出来 尊敬的审判长 审判员 书记员 你们好 首先我要向王明涵的家人真心地说一声对不起 由于我的嫉妒心里鬼迷了心窍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尤其是给被害人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伤害 更是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希望法官把我的案子当典型 教育世人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如果有来生或者时间能倒流的话 我会尽我所能加倍的爱小民汉 以弥补我犯下的淘天大罪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最终是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谢谢审判长 最后我再次想明涵的家人 我不能请求你们的原谅 我只能说声对不起 本案经过今天的法庭审理 通过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以及被告人陈述 控辩双方对本案的证据 进行了举证制证 并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何议庭将根据今天查明的 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 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 认真进行评议 评议结果定期宣判 现在宣布休庭 极度成仇 儿孙满堂的被告人亲手杀死好邻居的孙子 犯下滔天罪行 李秀玲最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 广告之后 法院将作出判决 请继续关注庭审信长 2015年12月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认定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秀玲仅因嫉妒他人而事先预谋杀人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并致被害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罪名成立 法院同时认为 李秀玲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细坦白 但其犯罪动机卑劣 犯罪手段残忍 后果特别严重 依法不予从亲处罚 据此判处被告人李秀玲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判决被告人李秀玲 赔偿被害人小明寒父母经济损失 人民币19402元 记者了解到 案发后 李秀玲的丈夫 而自己全家人 都因为李秀玲的犯罪行为 而无言在村子里居住 不得不过上了 居屋定所的租房生活 被告人李秀玲的行为 不仅毁掉了 小明寒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同时 他也亲手毁掉了自己 原本幸福和美的家庭 而李秀玲 扭曲的攀比心态 和极度自私的心理 无疑是导致 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此 最终也让他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听众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